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我跟耶稣合一在一起的那个关系 我们不是改变我们的宗教 这个不是基督徒要做的 我们是进入在跟神合一在一起 我们就像这一棵树一样 就好像这一棵树比如它是像上帝一样 我们是它的树上的枝子跟它连接在一起 如果你看这棵树的话 如果这棵树的枝子呢 如果不连接在树干上 它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除非那个枝子连接于树 不然的话它结不出什么果子 你们明白啊 所以那所有树上的枝子呢 它不能个别的生存 它一定连接在树干 连接在主要的 那个一切的营养的供应者 因为呢我们这个枝子呢 是从这个树上生出来的 所以枝子身上带卷树干本身的基因 和它的本性 所以这个树结果子的时候 果子不是只有果子 果子里面还有它的种子 我们在主里面的生命也是这样的 耶稣说你住在我里面 住在我里面 你住在我里面 就正如我住在你里面一样 我信耶稣不是因为基督教 是一个好的宗教 我是跟这个生命的源头的上帝 连接上关系的 我不是因为爱上帝才讲到 我是跟这个全球最优秀 我是跟这个全球最伟大的一个上帝人 连接在一起 祂的名字就是叫耶稣 上帝不是呼召我 创造我成为一个讲员 成为一个伟大的牧师 神是要呼召我 跟他亲近 连接上关系 就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上帝呼召我们 跟这个生命的源头 连接上关系 你就是我们的上帝 如果你的生命连接上 这个生命的源头 你不再是孤单的 你知道罪恶带来死亡 罪恶带来咒诅 罪恶带来疾病 圣经告诉我们 世人都犯了 最亏欠的神的荣耀 因为罪的缘故 我们就跟神远离了 因为犯罪的缘故 我们跟神的关系 完全地隔绝了 隔开了 所以结果呢 我们结出来的果子 是疾病 是咒诅 是平权 我们还没有信主之间 你还没有信主之间 你是死的 你还没有接受主之间 你是死的 我们在罪中死的 我们在咒诅中死的 那些没有信主的 他们是一个死的 但是我们为耶稣来感谢神 天父爱我们 才是耶稣基督 告诉我们 生命是这样没的 你知道在伊甸园里面 魔鬼要把死亡 带给人类 在伊甸园里面 魔鬼要我们 跟上帝隔开 你有没有想象过呢 如果旁边那个人 转过去看一下 如果他睡了 拍他一下 如果旁边那个人 睡着了 给他拍他一下 跟他讲的 不要再加位睡觉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魔鬼 要我们跟上帝隔开呢 你知道为什么魔鬼 一直都在抵挡你吗 是不是魔鬼太闲工了 没事做 那么既然他是跟上帝 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牵连到我们人类呢 因为呢 因为他要我们去敬拜他 他要你相信他的谎言 他要成为你的神 他要成为你的主 他要来掌控你的人生 所以为什么呢 仇敌魔鬼出现的时候 就带来死亡 他带来咒诅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咒诅 死亡的结果呢 就是咒诅 就是疾病 就是痛苦 借着罪恶呢 死亡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死亡让我们跟上帝隔开了 那么因为死亡的用功呢 魔鬼可以诬告我们 你发现呢 我们的生命呢 当我们跟神连结在一起的时候 对魔鬼是一个威胁来的 但是我们的耶稣 把我们跟神的关系 重新恢复过来 如果耶稣恢复了我们 我们知道耶稣是地上父亲的代表 祂来把父亲显现出来 祂来显现 祂来告诉我们说 过去在伊甸园所失去的生命 可以重新夺回来 在伊甸园里面呢 罪恶带来罪恶的点 那么罪恶让我们跟神离开了 那么罪恶是我们逃避神 罪恶是我们逃避神 罪恶让我们一直躲藏起来 一直躲藏起来 让我们活在这个黑暗里面 那么罪恶永远都是把我们跟上帝 跟父亲隔开 这个就是死 这个就是世人所要面对的事 这是耶稣基督呢 祂恢复了 耶稣 耶稣来给生命 生命 奉赠的生命 我们给我们的主一个热烈的掌声 耶稣来不是单单医治病人而已 耶稣来不是单单医治病人而已 所以我们要跟生命的源头连结上 你连结上这个胜过死亡的生命的源头 几个人知道耶稣又复活了 举手一下 几个人知道耶稣给我们生命的举手一下 说主啊谢谢你复活 谢谢你是活绝的神 耶稣是活绝的神 祂没有死去 祂不是离开的 祂不是很远的上帝 我在这里都可以经历到祂 就好像我看见祂一样 祂是活的那么真实 祂来给我们生命 来怎样的生命呢 就是魔鬼从我们生命中抢夺过去的东西 在伊甸园里面 在伊甸园里面 魔鬼抢去的东西 生命 跟父亲交流相结在一起的生命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 在伊甸园里面凉风吹起的时候呢 上帝走在伊甸园里面 亚当跟父亲连结 上帝来恢复亚当夏娃跟神之间那么亲密的关系 你可以想象得到上帝这么看重亚当说 你把所有的动物取名字吧 不是说 不是说这么简单 你是老虎 你是狮子 你是猫 经常牧师那一个是蛇 你是蛇 上帝给的 亚当的 能力 来完成 就是完成神所创造的 上帝创造的动物 他没有给它取名字 他把它交给亚当 父亲的生命 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 我们的创造主 我们在跟耶稣一起来同工 亚当完成上帝的创造 那么耶稣来恢复这一切 耶稣来恢复我们跟神之间 那个完全的身份和生命 生命 我们是有生命的人 十个月前我的祖母去世了 我当场看到生命跟死亡 那一创那死亡对我来说太真实了 当你去到葬礼的时候 你才知道什么叫死亡 但是耶稣 祂胜过死亡 耶稣先胜过死亡 你跟我呢 是有生命的人 我们跟父亲连接在一起 我们连接在那个一切生命源头的上帝 所以圣经说你是儿子 你是女儿 祂没有叫你是奴仆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儿子跟女儿 传承父亲的基因 我一看就知道是我爸爸妈妈的孩子 你看Gaby的父母 你就知道他们很像 我不可能像这个华人的父母 因为我的父母肯定比他的父母 英俊潇杂 因为我是爸爸的基因传过来 我是妈妈的基因传过来 所以圣经说你是上帝的女儿 上帝的儿子 你就像你天上的爸爸一样 你就像天上的神一样 圣经约翰一章说 你重生了 在耶稣里面你重生了 圣经说如果你不重生 你就进不到天国 那么哥尼流就说 那我是不是要死了 要是不是进去妈妈母父 就再生出来 他讲的不是 他讲的乃是呢 你的灵人 你重生进到哪里去呢 那么当我从罪中出来 要重生 重生到哪一个境界呢 你是重生进到上帝的本性 祂的基因里面去 你跟上帝一模一样的 只有五个人相信 几个人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的眼睫毛会变得这样 几个人早上起来 多胖我的眼睫 像Gaby的眼睫这么美 你完全不知道 你的本性 你的眼睫就像上帝一样 上帝不是一个模范的上帝 上帝借着他的创造物 把他自己表达出来 上帝是无限量的 上帝是非常无限量的 当上帝看教会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的脸 这也是我的脸 这也是我的脸 这是我的脸 那个是我 因为我的孩子 我的女儿都在看我 像我一样 你就跟上帝一模一样的 不是你的面貌像上帝 你的灵里面像上帝 你灵里面带着上帝的本性 那我问你一个题 我是周后的人 我们有皇帝 就是苏丹皇帝 我看过皇帝的孩子 丸子驾车在马路上 当丸子驾车 路过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旁边驾车 如果丸子车经过的时候 前面后面都有保卫兵 还有马警察 一公里之前 他们把所有的路都开给他们了 这个就是皇帝的孩子 你知不知道你是最高望晚自晚的儿子跟女儿吗 如果我们在地上的国王的儿子路过的时候 所有的警察赶快帮他们开路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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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这些身为望晚自晚的儿子呢 我们承受的是更多 属灵上呢 在属灵上你是被上帝的天使饱腹绝的 所以你不用烦恼你的人生 不要再烦恼魔鬼 不要害怕 不要怕 因为整个天都在支持你 所有的天使天地都在支持你 所以魔鬼不能抵挡你 我说魔鬼不能抵挡站在你面前 如果魔鬼来 这是耶稣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你里面有耶稣的生命 你里面有上帝的生命 这个就是生命 耶稣恢复给你的生命 跟天崩巴巴交流 你知道一些事吗 对我们世人来说 我们要的是什么 是屋子 是手机 是金钱 对我们来说是我们的宝贝 几个人允许人 驾走你的车 随便驾走你的车 你会给他驾走你的车吗 你不要动我的车 你会随随便便让人进到你的屋内吗 你不会的 你不会允许人随随便便来冒犯你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保护自己 你保护 你保护那些属于你的东西 你保护你生命 上帝啊 你帮助我们 上帝你来帮助我们 为什么我要讲这些东西呢 因为我们一直烦恼 我们没有的东西 我们负略了 神已经给我们眼前许多的东西 耶稣说你不用为明天烦恼 不要烦恼吃什么 穿什么 你要买什么 不用烦恼明天 如果你一直在烦恼 我没有的东西 你就会错过 神已经给你现在所拥有的 这个就是上帝的东西 所以你要改变你的思想 你要想天上的事 Colidians 3 1 says 你想天上的事 Colidians 3 告诉我们说 你想天上的事 那他的意识是什么呢 想天上的事是什么意识呢 他的简单就是说呢 让你的信任 让你的爱 完全地放在爸爸身上 因为呢 我们的思想 不是他的思想 我们的意念 不是他的意念 但是呢 他的思想可以成为我的思想 他的意念可以成为我的意念 只要你把眼睛注目在 跟爸爸连结在一起 我们拥有地上的事 但是神呢 你是他的盼望 上帝只有一个世界 是属于你的 如果上帝会烦恼的话 上帝烦恼的就是烦恼你的心 如果上帝会烦恼的话 他烦恼你的祝福 耶稣在天上为你祷告 圣经说 耶稣属在圣经家 他到天上去 他坐在父亲的右边 那他在做什么呢 他在为你祷告 他祷告保护你 他为你的一切需要祷告 他关心的就是 天父为你所预定的东西 都要落实在你的身上 所以教会不用烦恼明天 如果教会一直烦恼明天的话 你不用烦恼 两年之后的事情 这些不是你的责任 因为我的爸爸会照顾我的 我就是感觉 今天早上神要把我们的重担拿掉 关于明天 上帝要把你所有的重担拿掉 你是有生命的人 你是有生命的人 你的生命在你里面有流着 这个生命要从你里面流出来 就好像上帝给我们的圣灵 他告诉我们爸爸的事 他告诉我们天上的事 我们虽然活在地上 但是我们不是属于地上的人 虽然你的身份说 你是马来西亚人 你是美国人 但是那不是你永久的身份 你在上帝里面有一个身份 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 我们有天上的身份 你是天上身份的人 你是跟生命连结这样的 你带着天上的权柄 如果你看到马来西亚的负照的时候 几个人有马来西亚负照 其他人从来没有出国的 西亚太好了 就是永久住在西亚最好 你是中国来了吗 你有负照吗 负照吗 不用烦恼 大家会还给你的 你可以回去中国的 我要看你的中国负照 在每一个负照里面 因为他是中国人 他的中国的那个盖印 都有国家的盖印 这个盖印就证明他可以出本 他说这个外国 外国 他说国家什么 大使 国家大使 他的国家大使馆 就是要所有外国的大使馆 允许这个负照 拥有者 就是呢 这一个人呢 他进到你的国家 你们每一个国家的大使馆 都要帮助他 让他能够进到你的国家 这个是中国政府 因为他带着这个负照 他的政府呢 告诉我们马来西亚政府 我们的警察 我们的军队 允许他进到我们国家内 在我们的国内 如果他有任何需要 如果他需要什么 不用烦恼明天 如果他需要什么呢 我们国家的政府呢 要帮助他 你是天国的子民 所以上帝 他给你生命 父亲给你生命 在地上 所有的天使 所有的天上的权柄 都要辅负 都要在你那一边 因为你是上帝的孩子 为什么 我的政府不是地上政府 是天上政府 如果我们是天上的人 耶稣从天降下 到阴间 然后又到地上 然后他到天上去 你是天国的子民 我去非洲 他说我们不要 你在我们国内旅行 我说你不可能 做这样的事 我是马来西亚公民 我的政府告诉我 我可以去你国家 我的政府已经给我开门 让我进到你们的国家 我的政府允许我 在你们的国土上吃饭 我的政府允许我 可以在你们国家的马路上走路 然后他们检查说 你是马来西亚人 OK OK 可以进去 有的时候呢 他们的国家 政府要捞乱你 他说你不是有那个能力的人 他可能在提醒你过去的做 魔鬼可能让你提醒你生命中的谎言 你不够好 你看你都是生病的人 你看你丈夫骗了你 你没有能力 你没有路 上帝不爱你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提醒魔鬼 我是来自哪里 他会赶快逃掉 你提醒魔鬼 我是来自何方 你说我是来自生命的源头 你是从观招 你是从天上来的 你拥有路 开给你进到任何一个境界 上帝在彼得前述告诉我们 神给我们的能力 可以进到神的生命和观中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你有能力 拥有地上的一切的事情 你经过的困难 答案不在牧师那边 我来看看这一遍的 Uncle Auntie 你有的每一个问题 你面对的每一个挑战 答案不在我这边 答案在你里面 因为你生命中有恩膏 神给你这个答案 来解决你生命中的问题 约翰义书二章说 神的恩膏在你里面 这恩膏只教你一切的事 你是一个大有能力的指名 你有天上的指名 你生命中所需要的上帝 都已经为你开路了 不管是医治 不管是经济问题 是家庭问题 你都有路走了 你都能够把爸爸的心 带到来解决这些问题 哥林东后书第二章告诉我们 许多事情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过的 人是不明白的 但是上帝选择向祂的子民 选出祂的奥秘 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 我去到美国 我还是思想像马来西亚人 他是从中国来的 他现在在马来西亚 借你的眼睛一下 可以借一下 因为圣人牧区是中国来的 他是中国公民 他的眼睛是戴上 中国政府的眼睛 他看的每一样事情 都是面 他看的每一样东西 都是中国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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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戴了这个烟机 我不能看 这个度数太深了 你睡觉也要戴吗 没有吗 我的头都酝酿 因为他的脑子 都是中国 都是中国 等我去非洲的时候 经过关口 我说马来西亚还是好 我甚至去美国 他说呢 我们的马来西亚的 国际机长 比美国更好 马来西亚的航空公司 比美国的航空公司好 我是马来西亚的 整个头脑 都是像马来西亚 我思想的是马来西亚的 文化 马来西亚的 政府的思想 我眼目看的 都是像马来西亚的 同样的 属灵上 你也有上帝的思想 你现在不可以 再看问题是问题了 你看问题的时候 哇 你就开始 兴奋起来了 有困难来了 因为你已经 原有问题的答案了 你看到一个 挑战的时候呢 你不要再逃走 然后哭啊 救啊 因为你现在 有上帝的思想 很容易 你这个人就成为问题的答案者 你不要等其他人给你答案 你就是答案了 因为你身上有上帝的生命流出来 你是天国的居民 你思想应该像上帝一样 你看也是像上帝一样 你触摸也是像上帝一样 你走路也要像上帝一样 人家看到你 这个是耶稣的门徒 这是耶稣的人 他们会比我们更厉害 如果这些耶稣的人做生意 我们大概没钱赚了 为什么现在医院里面 都没有病人了 如果基督徒去的时候呢 他们的生意就赚很多钱 他们有生命 他们有生命 天上的生命 他们有天上的生命 他们有天上的能力 你去到哪里 你带着上帝的生命 你是把天国带下来 你是天国的子民 你拥有上帝的思想 你想像上帝一样 你说牧师 为什么我的想法 不像上帝那样呢 开始去发觉 你开始去圣经里面 认识上帝 开始多多读圣经 认识上帝 上帝不是创造我们 让我们成为另外一个人 上帝不是创造我们成为魔鬼 上帝创造我们 为了我们能够像他一样 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带着上帝的本性 我们带着上帝的本性 在地上 你把耶稣的本性活出来 你拥有同情 你就是爱 他们看到你的时候就看到爱 他们看到你就看到答案 因为圣经说呢 我是得胜者 我是得胜者 为什么他说你比得胜者更得胜呢 因为上帝本身就是比得胜者更得胜 因为他是超过得胜者 我也是变成超过得胜者 我是超过得胜者的 圣经说你是超过得胜者 如果我们烦恼明天的话 我们烦恼我们没有的东西 我们烦恼自己的问题 我们错过 错过神对你生命中讲的话 当我小的时候 我的妈妈告诉我 我的父亲说你要做牧师 我说要做牧师啊 很难耶 九岁爸爸就说你要做牧师 我说我要做警察 我要做医生啊 他说你要做牧师 因为他这样子讲 所以九岁我就讲道了 我对我的枕头来讲道 我不是讲笑话 我还没有去学校的时候 我就静拜诗歌 我把我所有的会众枕头们放在那边 然后所有的玩具车 我就向他们讲道 我向他们讲道 我妈妈说你在房间做什么 你说我要做牧师 所以我在学讲道了 因为我的父亲说你要做牧师 我父亲的话语带给我生命护活 他的话语给我生命一个目标 我爸爸这样子说 所以现在我就变成牧师了 同样的如果你听得到爸爸对你讲什么 你就会发觉你人生的目标和命定 你就会知道你的身份是谁 你就会能够成为一个超过得胜者 今天天父对你讲话 他说你是天国的子民 你是天国的子民 你不用烦恼 你是天国的子民 如果你是从天国来的 天国所有的资源 你都可以拿来用 完成你生命的目标 所以你要相信 只要相信 只要相信 我们拍张荣耀我们的耶稣 说耶稣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耶稣 我相信我是天国的子民 这个根源呢 这个真理要使你得自由 从孤儿的心得自由 上帝我很孤单 没有人陪伴我 没有你我一无所有 教会你不是孤单的 你不是孤单的 我不是孤单的 成千上万的天使 成千上万的天使 他天父 儿子 儿子 还有圣灵 祂是你家 祂是你家 你不再是孤单的 你不再是孤单的 虽然有的时候 你一个人在房间里面 你永远不是孤单的 你是天国的子民 上帝说 你是天国的子民 生命从你里面流出来 你要相信 因为你想什么 你相信什么 你的行为就是这样 如果你相信你很平准 你永远都是平准的 如果我今天说你是百万富翁 但是没有钱 怎么百万富翁 其实西部人很有钱 是吗 相信 相信 这个要改变你的祷告的方式 我们是马来西亚 我们是马来西亚的公民 我是公民 马来西亚公民 有一些是我可以免费得到的 外国人来到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医药费要很贵 但是我是马来西亚公民 我可以拥有免费医药费 所以你要开始去发掘 天父爸爸给你的许多 免费的生命的食物 上帝已经免费的给你医治 上帝自免费的给你经济突破 上帝免费的给你智慧 几个人从来没有用头脑 用智慧的 这个是这么有能力的 你的生命是被智慧所带领的 智慧又是什么 你可以懂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你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来做一些神的决定 所以圣经告诉我说 你们要寻找那个智慧 像寻找环境一样 所以智慧呢 比金银宝石更加的宝贵 有一些人你根本不需要别人祷告 你现在不用再进食的 你要只要叫上帝给你智慧 怎么做个好丈夫就好了 那我对生意人说呢 我发出先知性的预言说 这个就是上帝要做的 在教会的这些生意人 上帝要给你数天的智慧 如何投资 就是回馈更多是超越你所讲的 上帝要给你隐藏在地底下的黄金 上帝要给你智慧去挖掘 隐藏在马来西亚国土的资源和黄金 西部下面有很多隐藏的宝物 许多财务被隐藏起来 我觉得上帝要给你们 我感觉很重就是 上帝要把这个资源给所有的生意人 不只是要你成为有钱人 因为神要借助你的生命来扩张祂的国度 如果今天早上 你是生意人 你要得到这个智慧财务的 制造财富的智慧的话 我就为你祷告 就是制造财富的智慧 如果你要的话 就举起你的手 我就示范给你祷告 就把你的手举着 我现在示范神的智慧 领导你们 这个创意的想法 从来没有想过的点子 来做生意赚钱 突然间有一个点子 你就打电话给那个公司 突然间你有一个点子 要买一块地 突然间你觉得 要投资这个公司 我现在奉主耶稣的名 释放给你们 每一个人领受者 说阿们 准备好 上帝要祝福你 上帝要祝福你 因为你要相信呢 教会一定要明白 天上是没有缺乏的 在天上呢 口袋是满满的 在天上 一切都是完美的 你是天国来的人 你领你是很富足的 你的魂也是丰盛的 但是我的肉体 不要丰盛了 现在已经很肥了 你是天国的子民 你带着天国的权柄和能力 六加第九章说 上帝把地上的 把权柄和能力 赐给他的百姓 权柄代表什么 就是给你 就是因为你是天国的子民 上帝给你的权柄 因为祂是你的主人 能力来 就是解决圣灵的恩高 你有能力改变事情 你有能力来制造事情 你可以制造你的祝福 你可以制造你的恩高 当你宣告的时候 这些能力 就给你 这是代表你 真的是很有能力 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的人 只不过是因为我们 一个大有能力的天父 我们跟这个大有能力的神 连结在一起 我们跟生命连结上 我相信有一天要到 地上的生命要有 我们将不再有疾病了 教会里面不再有病了 教会以外也不再有病了 就是天国要自由地 在他百姓身上流出来 所以教会里面不再有病人了 因为耶稣胜过死亡了 耶稣胜过死亡了 祂已经胜过一切了 正如耶稣 正如耶稣一样 所以我也一样 所以我也一样 祂是得胜者 我也是得胜者 说祂是得胜者 我也是得胜者 说上帝啊 祂是得胜者 我也是得胜者 你永远不会被打倒 甚至被打倒的时候 甚至魔鬼偷窃了你 上帝要七倍赏回给你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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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里面很深的负担 我们当中有一些 在2017年 失去了太多 我觉得好像我们当中有一些 失去了你的身份啊 你的地位 你的钱啊 你的圣洁啊 但是到2018年 上帝要吩咐天上 还回给你 魔鬼从你身上所偷去的 他偷了 现在他要赏回来 他要赏回来 他要给你更多 上帝要七倍的祝福 我给你 你所失落的七倍 他要加真 他要加真 所以你要领受 领受它 领受它 说感谢主 是的主啊 上帝说是报仇的日子了 上帝要替你报仇 你的头领 因为上帝很讨厌 你的头领 他说要还会 给我的孩子 你不能从我孩子身上 偷了这些东西 因为天国在你身上 因为天国支持你 天国在遮盖你 我在美国 我在读圣经的 在Starbucks读圣经 也没有讲到 只是读圣经 我旁边有个男人 站在那边 十分钟不断地哭 我想他可能 看我是马来西亚人 所以他看我哭了 我就问这个男人 说发生什么事 他说我看到你的时候 好像不一样 他说我看到你读圣经的时候 我那个感动 我要悔改 我刚刚失去我的太太 他说现在我需要上帝 我怎么回到上帝那边呢 所以这个生命 就从我身上流露出去 因为你是天国的殖民 你去到哪里 你要带来生命 我觉得今天早上 神要做的就是 这样的生命 神要在学校做这样的事 神要在你的生意里面 做这样的事 神要在你的婚姻里面 做这样的事 谁说你的婚姻要失败 因为天上没有失败 所以三位一体的神 是完美的结合 他们三个是结合 完美的结合 他们三个没有分开的 所以我们跟人的关系 也是没有分开的 谁说我的家要破裂呢 我先知性地对你发预言说 你的家庭 你的丈夫 你的家人 还没有信主的 你家庭有破裂的 在2018年 神要使你们恢复过来 最后呢 我怎么样能够把天堂 带到地上来呢 两个问题你问 耶稣说 我只有做 我听到天父的声音 做的要我做的事 我只有讲天父 要我讲的话 这两个题目你问 你就问爸爸说 这个情况 爸爸你看到什么 爸爸 这个情况 你讲些什么话 我的朋友说 这个朋友会死 但是我的生命的爸爸 他要讲什么呢 两年前 一个小男孩 带到我这边来 他有血癌 他的妈妈带来的时候 说这个孩子要死了 他的爸爸也说 要死了 他是唯一一个 叛望来祷告 因为每一个人 都已经说 他要死了 我看着他 我就说天父 那你说什么呢 你想这个孩子 是怎么样的呢 然后我听到天父跟我讲 说这个孩子 要走到世界各地去 但是他竟在血癌中 要死掉 三个月前 他来看我 完全血癌得意志了 没有血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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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活着 为什么 因为当时 我听到天父讲的话 我向他发出宣告和预言 这个就是实际的 你怎么样把生命 带给旁边的人 天父说什么 天父做什么 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thank you Lord thank you Jesus thank you Holy Spirit thank you Lord thank you Lord thank you Lord